日前中共退休军官辛子林向本台披露 前中共总理温家宝曾经与时任政法委书记周永康 就活摘法轮功学院器官的问题发生过激烈争执 温家宝斥责活摘器官不是人类所能为 对此中国问题专家认为 个人阻挡不了中共体制惯性 只有公开曝光活摘真相才能彻底制止罪恶 现年80岁的辛子林退休前曾任中共军事学院出版社社长等职务 长期关注中国的政治变革 日前他向新唐人透露 活摘法轮功学院器官问题曾引起温家宝和周永康的争执 大概是在11年 上任温家宝总理跟周永康为这法轮功问题在政局抄下来的 温家宝说是活摘人体器官的麻药都不打 这是人干的事情吗 我们到现在这个问题还不能面对还不能解决 你对人民怎么交代 中共自1999年开始迫害法轮功后 据官方数据显示 从2000年到2006年的6年间 中国器官移植总量约6万里 比1999年前的同期增长了三倍 但是同一时期中国死刑犯的人数没有明显增长 2006年两名证人在海外曝光 中共大规模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 加拿大独立调查员要求前往中国调查 舆论呼声传到大陆 2007年温家宝就主持通过人体器官移植条例草案 称将严格管理 到2015年前中共卫生部副部长黄杰夫又在凤凰卫视 称中国器官移植的乱象要归咎于周永康 中国问题专家认为 个人阻止挡不住中共体制的巨大惯性 诸多证据显示 活摘的指令最终来自于江泽民 如果不公开曝光活摘真相 就无法彻底切断这根利益链 美国学者伊森·葛特曼根据官方数据推算 从2000年到2008年 约有6万5千名法轮功学员 应被摘取器官而杀害 新唐记者林兰·勤雪 采访泰道